是硬碟USD全部收走去 里面大概现在动用全部国家力量 在很认真地研究柯文哲 如今科主席的这番话 看起来似乎是先打预防针 因为3D新闻独家掌握 检调在柯文哲家中搜出一个USB 里头竟藏有神秘的Excel帐册 就是检调积压柯文哲的关键证据 这份档案内其中一笔资料 上头写着省庆经 后方还清除写下经手人 以及金额1500万元 时间点就在2022年11月1号 就这么刚好 2022年10月18号 科市府合法改建建造给金华城 现在应小微又被查出 还有1500万元不明金流 这巧合相当惊人 应小微本身的金流 4000多万里面有1500万去向不明 那这个部分更让人家可以连结 这1500万的来源 真的是煞有其事 对于媒体报道 柯文哲有神秘战策 民众党发出声明 质疑中华民国司法的侦查不公开原则 是否已经被视为无误 践踏脚下 请北检说明新闻的真实性 不要想以一句不予证实 撇清责任 而对此北检则回应 不予置评 无法证实 司法单位应该即刻的说明清楚 不要只会躲在媒体的背后 操纵舆论带风向 民众关心的不仅是最后的判决结果 更是司法检掉的程序正义 阿伯出示了篮尾来声援 但到底有没有这份神秘战策 民众党也没有否认 只说是不明资讯 引发外界许多想象 三连新闻邱文言王一德 台北报道